哈佛教训 你会擦桌子吗 你会擦桌子吗 克洛科的家庭并不富裕 放学之后啊 就在一家快餐店打工 起初老板安排克洛克 专门擦桌子 他毫无干净 当天就溜回家了 克洛克向父亲诉苦 我的理想是做老板 我不愿擦桌子 父亲没有反驳他 而是叫他先把自家的餐桌擦干净 克洛克拿来抹布 在桌子上随意擦了一遍 然后看着父亲等他验收 父亲拿来一块崭新的白毛巾 在桌子上轻轻擦拭了一下 洁白的毛巾立刻脏了 上面的黑印 分外的刺眼 父亲指着桌子说 孩子 擦桌子是很简单的活儿 可是你连桌子都擦不干净 还能做得好什么呢 你凭什么做老板呢 克洛克羞愧难当 克洛克回到了快餐店 他谨记父亲的教诲 每次擦桌子都要准备 五条毛巾 一次擦五遍 而且每次都顺着同一个方向 目的是不让毛巾 重复的污染桌面 最后克洛克受到老板的赏识 他被留下来了 并且接管了这家的快餐店 做了老板 十年之后 他创立了自己的餐饮公司 麦当劳 有人向克洛克请教成功的秘诀 他总是自豪地说 因为我有一个伟大的父亲 他教会了我怎样把桌子擦干净 扫不了一屋 就扫不了天下 小事不为 大事难成 那 4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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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